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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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时代 人们喜欢用极大的货币数目 来表达对大家书法的极高敬重 因为现代人目前在这方面 还没有想出更好的表达方法 底座名卷恰好是在他中年的书封向晚年书封过渡时期 凸显风格的一件代表作 那么这件作品的特点呢 如果是从节字笔法来加以分析的话 首先是晚年书封当中的 比较修长发善似的那种节字风格 在这件作品当中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现了 三国老人的晚年书法最能够体现出 表现自己人生志气的一种精神状态 抵住名卷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行书已经是当今时代 使用最为普遍的手写书题 那么行书是怎么产生的呢 唐代张怀冠在书段中说 行书者乃厚汉穿刘德生所造 即正书之小额 物从简易 故为之行书 这话实在说 行书是东汉刘德生从楷书中转化而来的 如果按张怀冠的说法 行书发明人确实是刘德生 他发明创造行书题的方法就是 尝试从快从简的写楷书 然后呈现的结果就成了行书 这跟当代人先学楷书 再学行书是相似做法 但是历史考察表明 行书不是某一个人在一时之间发明创造的 在刘德生之前的汉代碑课中 虽然以历书为主流书题 但历书洒落流畅的书写而呈现行书意味已经颇为夺见 当年转书向历书过渡 经历了时间不短的历变过程 紧随其后的是 历书向行书过渡了 这可以称之为行变 果然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汉字的五种字体 转立凯行草 其实我们只是这样一说而已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历书是一条线的发展 转书之后是历书 历书之后是凯书 凯书之后是行书 行书之后是草书 其实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顺序 在汉代简读中 历书流利速写而行书化的倾向 比悲客中更加普遍 汉代的书法主要有两大系统 一是悲客文字 二是简读墨迹 它们都是在纸尚未发明 或没有大量使用之前的文献 这些文献中的文字 转立凯行草书个体都有 只是从西汉开始 转书日渐稀少 历书逐步登上主流地位 到东汉凯行草书 在历书的母体中 逐渐孕育成胎 1974年以来 安徽省博州市陆续发掘了 七座曹氏宗族的墓葬 曹氏是东汉配国乔郡的大族 著名军事家 政治家文学家曹操 就属于这个宗族 在发掘的七座曹氏宗族墓葬中 有三座出土了刻有文字的砖 汉代的砖名 可分为磨压与直接刻画两种 刻画文字多为民间工匠 在劳动之余的随手之作 因而也就更能够呈现 当时民间书法的原生态 博州曹氏宗族墓出土的文字砖 制作于东汉环陵二帝时期 史料所称的刘德生发明行书时间 与博州墓砖的制作时间 都在这个年代 很难相信 刘德生发明行书后 很快就普及到制砖劳动者当中 显然 普通制砖工当中 有人在没看到刘德生行书之前 就早已使用了行书 到今天 东汉著名行书书法家刘德生的书籍 已经不见流传 而制作工匠的随意书课 则相当真实地反映了行书 在当时民间普遍流行的事实 这些实用品上的文字书写方式 比简读更加自然随意 形体多变 例书架构不被刻意保持 但是行书意味也就更多 关系这个社会上比较流行的 这个比较俗的 比较这个民俗的东西 光之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实际上有很多新的书体的诞生 都在 都在那些比较流行的 那些民间的文字资料里面 行书与楷书一样 都是从历书这个母体中逐渐分化出来的 从历史起源上看 行书与楷书是同母所生的兄弟 宋代宣和书谱 行书序论提到 历书的权威地位分解之后 通用的楷书过于拘谨 草书过于放纵 而行书在二者之间 找到了平衡点 容易接受 这就等于 在寻求行书产生于 推广的原因 实际上 历 凯 草 行 四大书体和谐共存 丰富着中国文字文化的生命系统 行书体 在东晋发展成为主流书体 流传下来的近代书帖 以行书体颇多 就证明了当时的书法时尚 王羲之是在这种书法时尚中长大的 后来他在流行的母体中创造出了心体 以自己天才的创作 改写了流行体行书的法则 让行书用笔更加流利迅捷 单字摆脱了隶书遗留下来的贬型习惯 而稍显狭长 王羲之在当时流行化的行书中 求革新 可称之为王羲之变法 王羲之青年成名 说明他的创造被社会接受得很快 中年成为书坛领袖 说明他的变法成功了 新法得到普遍推广 诸多名士在兰庭亚会诗作集结 而由王羲之作序 正是书坛领袖地位的认可 王羲之兰庭序 是中国书法史上名气最大的作品 东晋墓地永和九年三月三日 王羲之与好友谢安等十二人 在山音兰庭举行福系之会 活动内容以饮酒赋诗为主 这其实是名士们的一场文化派对 王羲之是望族名士 书坛领袖 与其他名士逍遥山水 快然自足 是当时风尚也符合个人性情 蓝亭序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 此帖被认为 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曾有人形容王羲之行书 如清风出秀 明月入怀 欣赏蓝亭序时 可知这八个字的恰当 蓝亭序时 一个 他非常清雅 第二个 他非常正义 第三个 他非常宽大 第四个 他非常雄健 第五个 他也非常和谐 他不急不力 和谐大方 使历代书家 逼临之天 我们翻开历史书记去看一看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书家 无不从蓝亭里边吸取了营养 每个会写汉字的人 都有自己的书法认知 每个理解书法的人 都想探寻中国书法的奥秘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五个设置组 跋涉将近十万里 走访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数百处 拜读有关书法的文物数万件 就是为了呈现 转立草行凯的前世今生 揭示中华文明核心符号体系的核心价值 请看八集大型历史文献片 中国书法五千年 蓝亭旭面世一千六百多年以来 分析评价的文章真正是汗牛冲动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福 在蓝亭十三拔中的评说 言简一概 幼君自世古法一变 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 故古今已为诗法 经过王羲之改进发展的行书 确实有行云流水之美 挥洒悠畅收缩自如 显力度而不失风度 斩狂荡而不散韵志 俊朗潇洒简约舒爽 这样的书体 与魏晋风度颇相吻合 或者说魏晋人士在行书中 找到了表现自己精神哲学 性灵内涵的恰当书法形态 书法史说 晋人上运 晋人的诸多雅运 就寄托于风神飘逸的行书之中 汉代书法中的雄强质朴一派 不再受近代书家的追捧 崇尚悬丝的近代书家 在写作行书时神机自韵 以有法之字 书法无稽之心 在线条的悠然辉扬中 寄托飘逸超脱的心灵 玄学是一种思想 书法是一种艺术 它们不会直接地产生关系 事实上魏晋玄学 它会影响人的生命的气质 让人变得很清高 很清洁 那么这样一种很清高 很清洁的一种气质 表现为书法艺术 就会有一种清清爽爽的美 所以我们看魏晋南北朝的书法 是变得越来越美丽 但是这种美丽 不是那种浓妆艳抹的美 是那种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的美 那么这个就是 它们之间的一种内在的联系 就是通过人的这种生命气质 关联了起来 玄学和书法关联了起来 王羲之行书所达到的高度 成为行书的主流标准 和长久遵守的书写规范 后世行书家 几乎都是以王体为起步原点 行书体势就此进入了较长时期的稳定状态 在魏晋发育成熟的行书 到唐代迎来又一个发展高潮 唐代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 尊之为殊胜 一代帝王的大力追捧 使王羲之的名望和地位空前高涨 唐代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喜爱书法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皇帝 在帝王里面 这应该说是屈指科书 那么他对于书法的喜爱 主要的体现在对于王羲之书法的喜爱上面 那么大家都知道 他特别喜欢王羲之的行书蓝天旭 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天下第一行书 并且通过一些手段把这个行书弄到自己手里面 天天把玩 而且临死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 一定要把蓝天旭的真迹 殉藏到他的昭灵里面去 初唐在短时间里 还未能在行书领域获得突出长久 中唐时期 严真卿的行书创作有横空出世之感 如果说王羲之的行书是雄秀 那么严真卿的行书就是雄墙 令人轻浮的是 严真卿的雄墙没有落入重桌 反而具有一种阳刚之美 敦实宽薄厚重沉稳 运笔豪迈而处处惊弓 严真卿自创一套表达体系 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严真卿行书代表作之一 纪直文稿输于唐宿宗智德元年 这年正月 叛军首领安禄山的部队 急攻长山 长山太守是严真卿的堂兄严稿卿 城破之后 严稿卿和严氏家族三十多口 一同遇害 严稿卿的小儿子严济明 在抵御安氏之乱的历程中 奋勇奔波 与时任平原郡太守的叔叔 严真卿颇多接触 感情很深 客叹严济明 也在长山之义中殉国 噩耗传来 严真卿满腔悲愤 爆发而为这篇文字 这篇书帖是纪文的草稿 这时 严真卿完全没有心情考虑书法创作 恨敌之情 伤亲之痛 忧国之笨 从彼端喷涌而出 在匆促的字迹 随处的图抹中 可以深切感受 严真卿 以沫洒泪 长书荡枯 既质文稿 虽然是行书 但是具备草书的那种气势 具备草书所需要的那种 内在的极为强烈的冲突 而这个冲突 恰好又和他写既质文稿时候 内心的那种鸡蛋 是吻合的 所以实现了 人和书 以及行书和草书之间 浑融无间的一种融通 其实概括起来就是矛盾运动 把这个矛盾的这种关系 充分地展现出来 形成一种蓬勃的激荡的 这样一种美感 那么这种美感要按照这个美学的这个说法 就是壮美 继继织稿 是行书在表现力扩张方面的一大突破 完全不在以王羲之行书体系建立的 矜持炎雅风范 用笔顿挫奔放 力透纸背 用墨 枯润随机 长色任意 字形大小无定 行距宽窄收张 笔锋藏路闪烁 纸上见新潮澎湃 笔端如火山喷发 通篇狂逃温涌 振心炫目 然而又绝非迷狂无法 而是跌宕有律 驰尝有志 行书的艺术震撼力 被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时才能够真正体会出 行书在感情倾泻方面的 极大表现力 严真卿行书的另一篇剧作是 《争作物体》 是严真卿写给蒲叶郭英义的书信手稿 唐朝广德二年 在有朝廷百官参加的宗教性集会上 负责集会安排工作的蒲叶郭英义 两次把太监于朝恩的作词 排在众臣上书的前面 严真卿为此给蒲叶郭英义写信 这就是《争作未帖》 争作未帖 立论政大堂皇 直言指责郭英义擅自违反国家礼仪制度 县内宦官于朝恩是朝堂之祸 而此时的太监于朝恩 权清朝野交恒跋扈 百官畏惧 表面上看 严真卿是为了坚持朝廷礼仪规范 实质上是针对郭英义 于朝恩等奸臣的政治斗争 严真卿书写这样的信件 也同样没有书法创作的放松心情 而是正气浩然 走笔凛然 笔画陈雄而伶俐 似闻铿腔之声 章法有如风涛之势 他在这个 《正座位贴》里面 虽然是用行书的方式写的 但是他保留了 他在楷书方面的很多特征 所以这件书法呢 可以说是很典型的 体现了严真卿本人的 书法风格 加上我们知道 这个写信起草的时候 中间还有一些个涂改 还有一些个勾抹 所以使得这件作品 看上去非常的自然 一点不做作 没有任何刻意的去 要摆布 刻意的要做出什么效果来 他没有那种想法 他完全是一种自由的 放任的这种书写 可是呢 在这里边又体现出来的 他多年训练 所掌握的技巧 而这种技巧是 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每个会写汉字的人 都有自己的书法认知 每个理解书法的人 都想探寻中国书法的奥秘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五个设置组 跋涉将近十万里 走访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数百处 拜读有关书法的文物数万件 就是为了呈现 转立草行凯的前世今生 揭示中华文明核心符号体系的核心价值 请看八级大型历史文献片 中国书法五千年 行书至颜真卿 虽然依旧行云流水 但是行云中闪动雷电 流水中掀起巨蓝 当伟大的人格力量 与巅峰书法艺术相融合的时候 确实震朔古今 可以看到 行书自东汉产生后 从王羲之到颜真卿 其创造性容量在拓展 其艺术表现力在成长 在颜真卿前后 唐代行书大家灿若群星 但到唐末五代 国事由衰落到分裂 书法领域自然也是一片衰败 这时 行书领域只有一个杨宁氏 还足以留下历史性影响 杨宁氏八十二年的人生 几乎覆盖了唐末 及五代的全过程 这使他宝看动乱 深知实证险恶 曾经装风卖狂 以自保 因此有个杨疯子的绰号 杨宁氏书法初学唐代欧阳巡 颜真卿 后又学王熙之 王献之 宋代书法家黄亭坚 在拔杨宁氏帖后诗中写道 世人尽学蓝亭面 欲换反骨无金丹 谁知落下杨疯子 下笔变道乌斯兰 诗中所说的乌斯兰 原是指画有黑线阁的尖纸 黄亭坚诗中 以乌斯兰借纸蓝亭序 因为传说蓝亭序真迹 是写在乌斯兰尖纸上的 诗里说 世人学王熙之书法 都只能学个皮毛 而杨宁氏才深得王熙之神髓 圈和书谱等典籍称 杨宁氏久居洛阳 经常到佛寺道观中游逛 他的一个特殊癖好 是在墙壁上 提写自己的书法作品 当时洛阳各座寺庙 都把自家的墙壁粉刷好 常被笔墨 专等杨宁氏来提字 杨宁氏到来时 看到墙壁上光洁可爱 就会乐不可知 行笔挥洒 一面银送一面书写 直到把墙上的可用空间都写满了 还不觉得疲倦 寺院里有一代大书法家的提字 是很有面子的事 如果没有 那就需要想办法 把杨宁氏吸引过来 以至于当时洛阳两百多座寺院 都有杨宁氏的壁上书法 可惜 这些寺院的墙壁 不像石碑那样坚固 南宋以后 留有杨氏书法的洛阳墙壁 就没有几度 还能够完整挺立 所以杨宁氏留存至今的书法作品很少 北宋时 黄亭坚为了学习书法 专门到洛阳各寺庙 看遍了杨宁氏的壁尖墨迹 他说 杨绍诗书 无一字不造微入庙 宋代另一位书法家米福 也称赞杨宁氏书法 天真纵意 如横风鞋语 可见 杨宁氏给宋人影响之深 行书九花帖 是杨宁氏的代表作 楷书意味颇浓 有兼容二体之美 是答谢友人 馈赠美味韭菜花而写的致谢信 内容愉悦 笔质飘逸 节字易改行书的棱方而为圆容 单字形态多变 滋容自然天成 活泼妙趣中 也略含明正古雅 章法格局通脱书朗 字与字 行与行之间留白宽薄 却不缺少顾盼呼应 细脉贯通 书写这样的作品 显然只是为了自己 书心示意 旧花帖还有一个特点 是它的行款 字 字句行句都很开 在一张小小的作品上 给你感受到 他对那个楷书 跟他对待写行书 他这个就神前起居法 写得像草书一样 可是它是行书 他很会利用书体和书体之间的交叉点 来创作一件作品 这是它的重要特点 杨宁是生当乱世 在提毙血帖的沉醉中 找到了安放乱世心灵的唯美空间 淘情世性 放怀怯 由颜真卿开启的书法上义 在杨宁氏行书中 得到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可以把颜真卿 杨宁氏行书 看成宋代上义书封的源头 杨宁氏在晚唐书法衰落的形势下 独树一帜 具有成唐起宋的地位 杨宁氏呢 他是生活在晚唐五代 历经了梁唐近汉州这样几朝 他在书法史上呢 其实地位非常关键 几乎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了杨宁氏五代这个时期 书法史没有断流 那个时候很乱 这个改朝换代就像走马灯一样 但是因为有了杨宁氏这样一个天才 这个书法史没有断流 他在书法史上呢 是一个成前起后的人物 上乘颜真卿 往后呢 北宋的苏黄米 这三家无一不取法于他 无一不从他那里获得智慧 所以说这个像苏东坡 像黄亭坚 像米福这么财高气傲的这样的人物 无一不对他 非常非常的佩服 宋代书法家黄亭坚认为 自近以来五百年 二王父子之后 书法超义绝尘者 为颜真卿 杨宁氏二人 苏氏评曰 自颜柳墨 笔法衰绝 家以唐墨丧乱 人物凋落 文采风流 扫地尽矣 读阳宫宁氏 笔记雄节 有二王 颜柳之鱼 此真可谓 书之豪杰 不为时事 所顾无墨者 宋代苏氏 黄亭坚 米福 菜香 都深受 阳宁氏影响 唐人书法 重法度 限制了书法的个性发挥 这是宋代书法家 所不愿接受的 唐代颜真卿行书 不讲法度 经常直书胸义 所以被宋代各家 所宗养传习 唐人上法 宋人上义 宋代上义行书艺术中 苏东坡是代表人物 苏东坡多才多艺 在诗词散文之余 还留心书法 忠诚一代大家 苏东坡行书代表作 韩石帖 被历代鉴赏家 推崇为旷世神品 韩石帖 与东晋王羲之 蓝亭旭 唐代颜真卿 记纸稿 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 韩石帖全称 《黄州韩石帖》是苏东坡在宋神宗原封二年被贬为《黄州团练赴史》时所书 书帖是苏东坡自己创作的两首五言诗 诗情悲凉 《异象音语》 韩石帖书写笔法起伏跌宕 飞扬与收敛兼用 节字的大小 书密的安排 兼举的宽窄 都是情绪变换的折射 诗意与书意 共同描画出作者的心境 我们要是欣赏书法的时候 你能看到它情绪变化 也能看到节奏的这种眼镜 它开始写的时候 还是比较平静平稳一点 只是正常的叙述 到最后就越写越激动 到最后的字 也写在节奏大小 都发生了变化 甚至有的长笔 你能看出那种诗的演变 其实东坡随而没在 我们欣赏古人的东西 你就能感觉到 它那种内心深处的律动 会写汉字的人 都有自己的书法认知 每个理解书法的人 都想探寻中国书法的奥秘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五个设置组 跋涉将近十万里 走访考古遗迹和博物馆数百处 拜读有关书法的文物数万件 就是为了呈现 传立草行凯的前世今生 揭示中华文明 核心符号体系的核心价值 请看八级大型历史文献片 中国书法五千年 面对破造烧尸围的人生艰辛 与坟墓在万里的人世飘零 苏东坡在行书中 找到了七居心灵的生存空间 所谓的进人上运 唐人上法 而到了宋代呢 我们后代人评论呢 宋人上义 这个义字用的是很准确的 这个义呢是情 义与情 苏东坡的字很典型的就是这样 他把他自己的情或者叫义 放在第一位 苏东坡行书是难以重复的独特创造 在书法学习中 苏东坡转译多诗 但进入创作 苏东坡则是 我书译造本无法 坚信天真浪漫是无诗 有怎样的个人异序 就写怎样的书法 这是上意的最高境界 这也是苏东坡书法 难以仿效的原因 黄庭坚是苏东坡的学生 号称苏门寺学士之一 但他绝不是老师的模仿者 宋人议事汇编中 记载了一则议事 有一天 苏黄二人在一起谈论书法 点评各家书法风格 苏东坡突然想起一个感觉 对黄庭坚说 你的字虽然风格清俊净爽 但看上去太瘦靴 好像挂在枯枝上的死舌 这是形容黄庭坚 字取纵视 笔画挺身脱长的共性 黄庭坚顺口答应说 您的字固然不敢轻率议论 但看起来扁乎乎的 很像被石头压扁的癞蛤蟆 这是描述苏东坡节字 喜欢取贬式的风格 这本是信口闲谈 说完之后 二人似乎都感到 既有诗言之酒 又有哑穴之趣 更有点中要害之物 于是相顾大笑 所以宋朝人 从东坡到黄庭坚 他们在书法上 不求技术的完善 他追求在自己的书写中 有自己独特的某种特征 这个特征足以打动欣赏者 那么这就是好的 黄庭坚的一个重要身份 是杰出的诗人 被后来的江西诗派 推崇为开山诗族 在文学创作上 坚持文章最继随人后 这个信念 也贯彻在他的书法创作上 几十年求索 使他在宋代书法中 成为拙然大家 做出了永垂后世的原创性贡献 长江边上的万州太白岩一带 风光秀美 山上有一块著名石刻 给这里的自然景观 增添了人文色彩 这就是黄庭坚的西山提记 俗称西山碑 时隔九百多年 一代名家名作 还能够灵照山水 自月观瞻 是后世之幸 1101年 被贬折万里的黄庭坚 奉赵复官 途经万州 地方官在南浦西山 白酒接风 第二天 就匆匆成州东下 传道奉节的时候 黄庭坚把写好的书法文章 交给送行者 久仰黄庭坚文章书法的人们 把这篇西山提记 捐刻在太白岩 万州 由此增添了一处千年圣祭 清代咸丰七年 新任万州之县冯卓淮 将西山提记石刻塔片 送偿给他的老师 曾国藩 曾氏评为 海内存世 黄书第一 这更提高了 西山时刻的名气 摩踏者 蜂拥而至 当时 一张摩踏 可以卖到文银二两 猪踏 价格四两 西山提记书法 完全是黄庭坚书法艺术 成熟期的风格 笔画如长腔大忌 风骨能力 整体上 气势开张 意韵绝俗 黄庭坚书法 以独树一帜的风范 至今 都对中国书法艺术 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它下笔非常的果断 非常的放姿 就是说很放纵 但是呢 字的结构又非常的端正 我们知道字的结构 有中间的部分 我们书法上叫做中宫 它中宫收得很紧 摆得很正 但是长的 横画也好 撇 纳也好 它都尽量地 把它伸展出去 所以使字的姿态 有很多的变化 因为古代的大字做法很少 一般都是小字 而写小字往往会 容易讲究严谨 讲究精道 讲究典雅 这个是小字容易达到的 一种艺术效果 那么把字形放大 写的像他的很多作品 那个字都 大概都有二三十公分大 这个字形 很大的字了 那么写这种大字呢 讲究有气势 讲究整个整体的这种精神 要充足 所以黄金坚在这方面 是非常有个性的 但是呢 他在学书和总结自己的这个说法的这种经验的时候 也说过 要大字如小字 小字如大字 也就是说 写大字的时候要有小字的严谨 写小字要有大字的那种开张的气势 可见他在这两方面是有很独到的这种体会 所以他流传下来的这一些个行书的特别是大字的 看上去都能够给人一种气势 宏伟 然后很有震撼力的这种效果 行书书法艺术 在南北宋史颇多建树 名家辈出 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发展时期 如同楷书一样 元代行书仍以赵孟芙为领袖 明清两代就进入了行书创作 八线过海各显其能的局面 对古典书家而言 书法是他们表达文化创造里的重要方式之一 是巩固文化归属感的个性化途径 于是他们实验里沉淀着命运的内涵 底端拉长了生命的韵味 穿越线条缤纷的意境 在墨乡世界寻觅着诗意的棋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